生活扫描 梅少文制作主持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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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为每次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我们才听到润子的声音 也因为润子的关系 才能把近在眼前的张琼文 请到我们节目来 他挺忙的 虽然现在难得是在台湾 你常常到处跑 对不对 你也跟润子一样 没有疫情 我大概就很难在台湾 就是呀 也就是拜润子之次 我们才能够在近在眼前 能够跟张琼文面对面对来分享 不过他分享的主题 还是跟润子有关 是呀 这是一个美丽的缘分 是 而且也因为这个缘分 所以让他的这个分享 能够让更多华文的世界的人 能够认识 对 尤其在这一段疫情时间 我想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心里头的感觉是清凉舒适的 是 真的好需要 好 那当然琼文一来就知道呢 润子在他的这个网站上 又有新的分享了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他这一期呢 是润子索费的私密印度 那么也就是说 他因为前两个月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好朋友 阿里西瓦阿尔西拉雅的一个婚礼 所以他大概去了三个礼拜 那这一趟的印度之旅 给他心里头的震撼跟影响非常大 所以他这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我以为他前面两篇就结束了 他没想到他还继续在谈印度给他的这个大的震撼 那就对了 我想听听朋友有这种感觉 听过上次琼文在节目当中介绍 总觉得好像还不过瘾 的确是如此 这也是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有限的人生的阶段 如果有个什么机会到哪里去 总希望那个哪里留给你生命里头是一个重因 他是一个深刻的印象 那我想俊口就是这样一个很用心的人 他到印度去他有非常多的准备 那也因为他们日本跟印度建交七十周年 他们就推出了用一个思考的方式 在京都的西镇本来是以做和服出名的地方 那印度有他们穿的P衣叫沙利 他就去成立了一个专案 把这两个事情结合了 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出现了金友禅沙利这样子的产品 这是好美丽的结合 真的很美丽的结合 因为那个优雅 我们看到印度的会感到热情 那优雅的那个部分 你在日本的上面你才会发现 当然当然 所以当他把这两个一结合 然后穿在润子身上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 完美的结合 非常完美的结合 所以他在这个project里头 他做了 他们一起做了二十几套 二十几件 这个金友禅沙利 那这个金友禅沙利呢 所谓的沙利是不是就是我们概念当中的披肩的意思 对对对 是不是叫披肩 P衣 P衣 蛮长的 印度的P衣 他就一个沙利的女生穿的这样 从右边的肩 对对对 P下来一直到 然后他们熟练的 有点斜肩嘛 他都不需要任何扣子 不需要任何什么 可是熟练的 听说他们熟练的印度女性 折一折折一折一个别针 这么简单啊 这么简单 可是P上去你看多好 对啊 他就阿诺多姿 是是是 他走起来 他走起来就跟他自然会会会会共鸣 因为风一吹他会会跟着飘逸 你这样讲的话 他的材质是应该比较柔软的啦 对印度来讲 我记得他是有一点透明透明沙沙的 然后那个印象 然后会有 上面会有很多金色的元素 金线还是是怎么样 然后可能也看价值的高低 他可能材料放的也会不一样 但郡口这一次的这个金油禅沙粒呢 我还特别上网去了解 去看一下他到底背后是怎么制作的 他每一件还真不容易 完全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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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手工在哪里呢 在那上面的图案 他是画出来的 而且他是在丝 在丝上面 在丝上面 然后这个职人呢 他就要先构图设计 他要画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 然后再用线再编出来吗 他不是他用画的 他讲是讲 他讲说叫做染 可是他的染 我看他其实就是用画笔 一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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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涂涂涂上去 对 那包括拉线条 他有好几道工程 所以必要的是 因为他很多颜色 所以他要用 像浆糊一样的东西 先把它盖住 然后再涂皮的别的颜色 等于是浆在那边 浆在那边 所以他就好多道工序 大概要十几道工序 包括后面 他还要把它先针了 把颜色固定了 然后呢 他还要再上金泥的线 线条 然后呢 他还要再创造一些基地 更讲究了 他还要织绣上去 他还要绣一些感觉上去 所以还要再绣 除了画还要再绣 看他的设计 看他的设计 他设计里面可能觉得 这地方有一点点 绣线出来的感觉 蛮好 这其实跟绘画的概念很像 很像 绘画上面常常会 很多的不同的基礼 对 就是那个基礼 他要不要堆积一些基礼出来 用什么方法堆积 可是你在看那个职人 他都不能错呀 他每一笔上去 因为他就是一条大画布 是 基本上就是画布 就是一个大画布 画布 画布 然后他在画布上面 他就 就是很修行 很屏息 很安静 在画那个里面的 所有的图案 所以基本上 他那个画布 最原始的那个布的本身 也是经纬线 非常细腻的 对不对 丝 全部都是丝 全部都是丝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说 沙利 当他是丝绸的 沙利是两个字 是哪两个字 这是翻译的吗 这是翻译的 然后我看他英文 这句是沙利 S-A-L-I S-A-L-I 沙利 沙利 那你想想看那个 丝的醉感 漂亮 垂醉的感觉 我相信跟印度的传统 都不太一样 就是啊 那所以他们有这一次的创意 衣服感觉上比较 比较硬挺 优雅 我说印度的衣服是 布料感觉是比较硬挺一点的 是不是 还是我误会了 我觉得是亮度不太一样 滑 滑 滑顺的感觉 因为丝是滑滑冰冰的嘛 是 我是说 它的纯性 比较硬挺一点 好像没有 硬度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柔顺的感觉 是 那当然 披在身上的那个 跟身体的感觉 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丝的一定是 比较舒服的 但这个其实真的就是 文化的结合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长得像沙利 可是也像和服 然后 那个 那个的综合性 是 然后尤其他们职人在 制作这些沙利的时候 是 一件一件都是单一的 哦 都是唯一的一件 不是说 我就织一大匹布 然后我就剪剪剪剪剪剪 然后可以做成各种格式 它不是 它每一个都是单一的 所以难怪它一件 要一百多万人 一百多万的日币 哦 然后他说 他第一批做了二十三件 然后这二十三件呢 他设计 我想跟他这些职人 不是军口自己设计的 就他有这一领域的 专业的人才 然后他们一起 把这个事情完成 所以做了 第一批做了二十三件 然后目前好像听说 卖掉了四件 他前面他说 哇 这个因为很贵 所以很难推 因为现在大家经济都辛苦嘛 当然啊 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 然后买的人是谁 是印度人 还是日本人 你们猜 有意思啦 你是个有钱的美国人 他说是个billionaire 我想这个观念 可能因为他现在是美国人 也有关系 所以可能有那边的连结 那边的connection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有钱人的收藏 他是当做收藏品 他不见得一定要批在身上 或者他可能有特别宴会 他说不一定会批一下 那我说那你卖的这么辛苦 你还会继续生产吗 他说会 现在已经在进行比尔批 理由是他们十月 会在京都的博物馆展出 所以当他把它当成一种艺术品的时候 他真的是无价的 没错 所以接到他也提升了 我们概念当中的手工艺 对 这件事情 对不对 真的也只有他们的职人 对 能够耐下性质 这么安静的去做 这么耀眼 那么舒服的 又那么细腻 又那么细腻 真的 所以他上面他每一次 如果各位进去看他的专栏 他里面的照片 你会看到京都 这个 这次我们的润子呢 他换了好几套的 这个有蝉 那他这个沙粒 金有蝉 金有蝉沙粒 他上面不同的图案会出现 但是也都绕在我们熟悉 也觉得吉祥美丽的图案 譬如说 可能画的是牡丹 那可能画的是 在浪花上面的鹤 然后或者是菊花 然后或者是紫园花 樱花 还有一些他们国宝级的这种 吉祥的圆满的图案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 我一直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它叫贝壳 贝跟贝筒 就蛤蟆 跟用筒子装蛤蟆的壳子 我一开始接触到他这个东西 我说这什么呀 这到底是什么 是啊 好我们想想看贝壳蛤蟆 我们吃的那个蛤蟆 就我们说的蟆壳 蟆壳 蟆壳 不是两个合在一起吗 对呀 合在一起 这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合 你拿另外一套的 另外一个蟆壳的合 就合不起来 所以象征爱情 所以他们在婚礼的时候 有时候会送这个蟆壳 但有一些上面它是有装饰性的了 是 可能一对里面画得很漂亮 所以蟆壳这个贝壳 会是象征这种爱情 所以他们甚至在绘画上面 我也收过一幅画 就是画贝壳 有单的贝壳 有合在一起的贝壳 那一般人一定会想 这贝壳有什么好画的 OK 就是这样子的画 那在他的合幅上面 或者说这一次的金有禅杀利 他就有一件是 这个贝即贝筒 为什么有筒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筒子 他有一个小筒子 装这些贝壳 分散的贝壳 所以他们有一种游戏 就是谁最快把他们 凑在一起 对 找到彼此 找到彼此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所以 天啊 太好玩了 对 所以他第一次 我说 我以为我看错了 我说你确定是贝壳吗 你确定还有筒子吗 原来他背后有这样子 他们的文化含义 也很有意思 找到另一半 对 找到另一半 所以这个是在谈 他们在设计这个事情上面 设计他们的想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多样化 的思考模式 所以基本上这个 应该算是一个 披肩的吗 长的吗 我觉得有我的眼 感觉来看 像个披肩 可是他那个披肩 他们印度人很会绕 绕到他不会跑掉 那你想象 如果是撕的 是不是更容易跑掉 更滑 所以我还没有跟俊虎 研究过 他到底怎么穿上去 怎么会做得这么刚好 对 他可能有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样方法 或者某一个什么套件 你必须要把它夹住 还是什么 然后外面又不觉得 又不觉得 你就看到他很优雅的出现 就是很 眼睛 位置一亮 呦 这位女性 你想他出现 他穿那样出现在 他们印度的 婚礼上 大家全部都关注他 就是啊 眼睛一亮 话说回来 润子在这件事情 他要穿之前 他有很大的犹豫 怎么说呢 他说 我这样一个 跟他们也长得不像 皮肤也 肤色也不一样 对 那我又穿他们 异国的衣服 我是不是很奇怪啊 他自己心里头 就很犹豫 可是呢 帮他做这个设计的一个 他就是他这个 金友禅 沙利的专案 他有一个顾问 是京都的一个 很重要的时装设计师之一 那个人叫做 Naoki Takizawa 叫龙泽直几 他跟他说 那润子去跟他讲说 我不太好意思 我穿那个是不是很奇怪 他心里头有顾虑 因为他没穿过嘛 然后那位Naoki Takizawa 跟他说 润子 你现在穿的是你自己的DNA OK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整体 是 不管你今天穿的是日本和服 西洋服饰 还是沙利 润子的本质都不会改变 是的 只是背景不一样 你的心跟本质都是一样的 服装呢 只是你内在精神的一种外在表达 是 那所以也回到我们刚刚说 他连声音 他都这么优雅 就是啊 这是一个从内在出来的 他的自己的DNA 以及他长期 是 浸润在日本的各种文化仪式里头 是 他被教导出来的 被孕育出来的 所以 他就在想说 对 他这么说也有道理 他觉得他不需要太 强调自己是日本女性 OK 他说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看起来像印度女性 我就是我 他开始感觉到说 用美丽的沙利来装饰他自己 然后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他全心全意去享受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 所以他融入到他们婚礼头 他也跟着玩风了 是 那他也很重要一个观念 他灵活的尊重印度文化 所以这样 灵活的 很灵活的 他可能必要的时候 譬如说他包括 他不是穿着和服被拉上台 去跳他们印度舞吗 他自己也 他就 就禍开来了 那他也虽然是灵活 是 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 你不要就拘你在那边很拘谨 他也很能够 融入 融入 那他相信 这就是魅力的本质 你怎么样让人家感觉 你这个人好有魅力 是 就是你就是你 可是你又跟大家可以融在一起 你又可以展现你特殊的美 是 我想这个是他 在这一次里面 他自己也感受到说 那有点别扭 可是当那一句话打动了他 你就是你自己穿的 马上就放开了 你自己的DNA 是 所以他说很出乎意料 他这一次的 在印度的三周里面 是 他竟然常常穿着沙利 改变了 而且呢 穿着沙利还改变了 他对和服的感觉 哦 哎 哎 怎么话 怎么说 沙利我想风一吹 嗯 就会飘逸 对 尤其印度应该是蛮热的 嗯 然后呢 穿和服的女性在日本很强调脖子 露出来很漂亮 那脖子特性感 对 你说的 你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有一位好朋友 嗯 他是在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地 莫高窟 嗯 他是莫高窟的美术研究所的前所长 嗯 那也是一辈子都在莫高窟 然后但是呢 他被送去日本 呃 跟他们研习过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 你看日本那个女性哦 穿和服的时候 那个脖子 后面那个脖子露出来 嗯 好多的想象 就是 就是美 对 就是美 嗯 所以他们穿和服会强调脖子啦 是 手腕啊 嗯 然后他们穿日本 他们去看火花的时候 不是都会穿 Yukata 对他们寓衣 嗯 日本那个寓衣 他们就会强调脚化 嗯 下面那一块 嗯 短短的然后脚露出来 嗯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都是强调一种优雅的感觉 这就是日本文化嘛 是 好说这就是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嗯 这种低调 嗯 可是让人家着迷 嗯 他也不会去 穿在前面露出乳沟 或什么之类的 是 但是呢 他可以从这个 就更有味道 就更有味道 他就让你很着迷 嗯 而且他可以激发对方想象力 想象的空间 对 来产生美感 哎 难怪那个从沙漠去 沙漠到东京去的人 嗯 会深深着迷在这样的一个异象 异象里头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 呃 这种沙力 这种衣服 只是衣服本身 嗯 带给他的一种 哎 这个 是 感觉跟改变 是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说 像他这样子的 呃 体会呢 嗯 他回到京都以后 他会常常去想 哎 我能不能找这个风吹得动的 嗯 和服 嗯 因为他那个轻松惯了 是是是 哎 所以 和服不是光是胸前绑 就是 绑很多东西就很巨 然后就只能小碎铺前进嘛 是吧 对啊 对啊 很多的拘束 这个就真的就是文化的差异 因为日本的文化就是拘束 是 是 基本上他拘谨 嗯 然后拘谨 然后拘谨里面你慢慢自己去体会他想要表达什么 是 对不对 然后印度就是哎 随着风 嗯 然后你看他们跳起舞来都开心 对啊 这就是民族性 嗯 很差 很差 很差别的地方 对 所以他的和服 他他穿上和服 他就会被叫醒 你要端庄 嗯 嗯 嗯 但穿着沙力的时候 他就觉得哇 柔软飘逸 嗯 可以随风飘扬 那个心情 那衣服好像就贴着他就有贴心的语言 是是是 真的 真的 他必须跟他要相和嘛 对 对对对 尤其他在这两个的 呃 衣服的体会上 是是 他都是这么用心去感受他 但是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但是这也就是一个文化 两边都是古文明 对啊 是不是 那他们在文明里头 他各自想表达的 嗯 后面的文化性 民族性 嗯 就其实也就说得很清楚 嗯 没错 嗯 那他这次其实在印度 他去的那个 结婚婚礼的那个旅馆呢 他是太极林宫殿 嗯 然后他是世界上有名的 富丽堂皇的酒店 是 之一 像宫殿一样 嗯 所以他有非常独特的氛围 嗯 所以你会很不可思议 你从梦买走进去 哇 那么杂乱的地方 走进那个地方 马上换一个地方 好像门关起来 以后你 你好像进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 对 他就突然 诶 这里面怎么这么安静 那刚刚那个世界是什么 这又是一个什么世界 是是 好 然后也进到里头里面 然后他们会点蜡烛呀 嗯 那个气氛就开始不一样 嗯 你会感觉到说 梦买 嗯 它是一个很国际化 很喧嚣的地方 他 他形容得很好 他说他觉得在外面的时候 是一种混乱的漩涡 嗯 可是一走到酒店 嗯 全部就不一样 嗯 然后会有一个穿着漂亮沙利的工作人员 走过来 嗯 用一种欢迎的仪式 嗯 然后他会用一种花叫金盏花 跟蜡烛 嗯 来净化它 嗯 这是一种仪式 嗯 然后呢 接着在他头上 涂上 额头上面 嗯 涂上一个红色的粉末 嗯 那这个粉末他们叫Bandy 嗯 冰地 冰地 我翻译一番它叫冰地 Bandy 嗯 什么意思 对 这额头这个点的 呃 意义是第三只眼睛 哦 我们都看到印度女人 对 头上面点一点 对 美语中间 对 那这个第三只眼是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天眼 哦 它是一个内在的眼 嗯 然后呢 它是一个深层内在高层次意义的门 嗯 那所以是一种智慧的眼 智慧之眼 嗯 然后这个Bandy的这个概念呢 Bindi Bindi B-I-N-D-I Bindi 的这个点呢 嗯 诶 当他被点上这个点以后 诶 他觉得他这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嗯 他跨越 印度的文化冲击 嗯 因为当他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种认同了 嗯 他被点上这一点 嗯 然后这些也是一种文化的洗礼 是 哎 那Bindi呢 是一种吉祥的智 嗯 然后是印度教 基本上是印度教的已婚妇女 嗯 在呃 眉头上面点的红点 哦 哎 那传统 这一看就是表示你是已婚的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寡妇不能用 哦 寡妇就不能点那个东西 哎 那这个呢 传统上是红色的 嗯 红色他是怎么做 他是用朱砂 嗯 糯米 还有玫瑰花瓣 把它搅碎 哦 然后要用呃 无名纸 嗯 点一点点在眉心上面 哦 这是传统的做法 是 但是呢 现在也变成通俗化的装饰了 嗯 因为 润子就跟文章上面写说 红色的嘛 嗯 可是我看他弄的照片是贴白色的 我说你搞错 怎么回事 对对对 你为什么那张照片是白的 你不是明明说红的吗 对 他说哦 现在已经变成很普遍化的装饰品了 哦 所以呢 你他可能有各种颜色 嗯 然后五花八门的贴纸 嗯 然后呃 有钱的就变成宝石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有看过是用宝石的 对对对对 黏在那上面 对啊 所以就变成很 反正他额童里面一定要有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越有钱 你你可能贴的名堂就越 越珍贵嘛 嗯 嗯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它变成一种礼遇 嗯 所以就对他们来讲 还变成一种礼貌呢 嗯 一定需要这样 嗯 所以他要融入 灵活的融入他们的文化怎么做 他就接受 嗯 穿亮的衣服 是 点那么一点重要的点 是 那 诶 他觉得呢 当他点上冰底以后 嗯 这些印度的人都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 接受他 嗯 那许多印度人 他就不再把他当作外国人了 那个距离就拉近了 嗯 所以他会用亲密的友谊去对待他 因为他觉得你也跟我们是一伙的了 是 啊 那个那个情感 嗯 所以我觉得当他自己 呃他不要用高低差去思考 嗯 这个文化差异 嗯 他就是一种差异 嗯 可是我就是我 嗯 印度文化就是印度文化 嗯 可是我要踏进他门槛 嗯 有哪一些是我做得到的 嗯 嗯 然后 当然不会说叫我要刺青啊什么 那可能又是侵入性的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 他只是一个从外表一种仪式 嗯 他去接受 嗯 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然后 嗯 相对的这些印度人 嗯 也会很开心的去接受他 是 嘿 所以这整个来 呃 观察他这几个礼拜 嗯 在印度的收获 嗯 他其实是从外到里 从里到外 嗯 嗯 他去感受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对他不是冲击 嗯 而是一种 更不一样的超越 嗯 更不一样的超越 对 这个说得好 对 真的真的真的 对 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去感受 嗯 嗯 虽然他第一次去印度 他就满满的收获 嗯 然后也因为他这一次去印度 他就印度他就发现他自己其实更能为 嗯 他可以跨越的事情更多 嗯 那当然他本来也就跑过全世界很多地方 是 只是这个地方是呃 中英的嗯 他是冲击性比较大的嗯 然后又要加入他们 是 好 然后他又带着任务 嗯 带着一个文化大使的任务 是 参与他们 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事情他就做得很成功 嗯 他自己能够放下身上的这个百般的这所有的瓜葛 嗯 他去加入他们包括我上一次提到他还在那边呃 帮日本茶道 是 哎 去让他们印度人没有喝过抹茶的 是 去感受 嗯 啊 这个部分 嗯 那我觉得这个在在对我们来讲的一个启发就是很值得 嗯 我们自己如果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 能不能我们自己也打开第三只眼 这句话很重要 打开第三只眼去看这个世界 对不对 这个智慧的眼 没错 可以打开 哎 这地也透过了张琼文的这个口述 好像我们那只眼睛不是不觉 好像在远方看到了 是呀 我赶快把这个Junko的连结告诉大家 对对 大家要上网去看 对对对 那你如果上Google 你就打JunkoJ-U-N-K-O 然后他的英文名字Sophie S-O-P-H-I-E 嗯 好 然后 第十六集 所以V-O-L Volume V-O-L 那十六 十六 用这样去找 那里面你其实可以找到他更多的资讯 是 那进到他这一期专栏 你可以看到他前两篇 嗯 比较多篇幅在谈婚礼本身的 是 那个部分 是 那大家 我相信 应该是很棒 在那里面除了可以看他的原文 是 那么也可以看到张琼文你的中文的翻译 对那有兴趣你也可以看英文 也有英文 你对法文有兴趣 也可以看法文 还有他先生 Everett Brown 嗯 帮他拍的各种的美照 就是这样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他的美照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有蝉沙粒 在润子上面的 用润子的DNA来表达的美 是 是 还有他的第三只眼 看他是 披了什么样的金有蝉 他会配什么样的第三只眼 可能也会 也会不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 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 他就是他虽然是披了的是金有蝉 但是他上面的图案 对 还是套漏了 文化的 文化的深度在 对对对 那那个其实我刚刚提的牡丹啊 菊花 对啊 其实大家都熟悉 对 那就是文化共通的地方 没错 但也有他的相依处 对 他也放在上面 没错没错 你可以看到他的传统 你看到他的贝壳 是 原来 你只是平常吃完扔掉的东西 这没想到 原来贝壳有这个意思 对 有这么深远可爱的含义在 对对对 然后他就用他的那个 丝线的那样的布 做那样的画 那真的是一笔一画 要好认真 好认真 你本来的目的是要把那个丝线的那个感觉 都把它僵了 平整了才能画 可是最后还要把某些地方的那个金尾线 再把它凸显出来 对 这就是他设计的本事了 所以难怪他职人在创作这个的时候 这么昂贵 是 你真的是进到他的这个专栏里头 你会看到他有一些连结 如果你时间也还够 不妨听众朋友就进去看看 去看看他金友诚怎么做的 然后他怎么参与的 怎么创造出来 是 我们要再次谢谢亲爱的敬爱的张琼文 谢谢敬爱的梅姐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谢谢敬爱的梅姐 谢谢敬爱的梅姐 谢谢敬爱的梅姐